早晨 各位聽眾 繼續回來第二部份的笑容從家開始 有 韻兒在這裏 今天還請來一位嘉賓 就是苦產科專科醫生 陳益士醫生 跟我們講一下關於人工受人的問題 早晨 陳醫生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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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們到我們直播室當中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話題 其實好像見到人工受人就越來越普遍 還有發覺好像近期有些數字或者聲音 會不會好像香港方面的需求多了呢 其實現象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你看看數據事實上是多了人種的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很多人都經常說香港女性可能比較遲婚了 遲婚了就變成通常她們比較趕時間 未必可能好像三十年前那樣說 我二十多歲生嬰兒 其實等多一兩年都無所謂 那些人可能三十八歲才想生的時候 然後等的時間呢 她們就想熟斷一點 是 所以又比較多了人去向這方面求診 就是這樣說 陳醫生是不是真正研究的原因 有些可能她們不是不育的 只不過是心急 我等不到幾年了 花那麼多時間來製造個BB 那不如馬上去做這個人工受人 那個情況會不會是這樣呢 有一點點 我想這樣說 如果是一個年輕的時候 她們有條件可能要等久一點點 可能說我一年未有 再等多一年後問題不大 但如果你說 可能已經四十歲的女士這樣說 她可能等一年對她身體上的影響就會很大 因為可能她身體的生育能力已經慢慢減低了 嗯 嗯 嗯 明白 那我們看到就說 其實每六對的夫婦之中 就一對不育了 那其實看的數字是 都是一般而已 還是都好像令人擔心了一點呢 都是令人擔心的 因為其實你說 會不會不育的情況比以前多了呢 我相信是的 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就是當然你說 女性的條件或者男性的條件 其實隨著我們這幾十年的生活不同了 其實都是有改變的 或者覺得社會的風氣不同了 都是有改變的 是 我們今天說這個人工仇人 其實現在都很多的輔助生育技術 就幫助了這些不育的夫婦 那我不如請陳醫生和你介紹一下 普遍比較常用和常見的 是哪一些的輔助技術呢 其實這個將它分為兩大主流 第一類主流就是叫人工仇精 通常叫RUI 英文 三個英文字很簡單 其實她的做法通常通過 可以用一些藥物或者不用一些藥物 總之令到女性是有排卵 然後就把那個男性的精子 處理過之後 就放回一個子宮 令到受孕的機會高一些 那究竟她適合些什麼人呢 可能適合一些一定要輸卵管兩邊 或者最少一邊是通的女性 因為有些女性其實叫酸菌是閉塞的 那你其實你放多很多精進去 都沒有用 因為她們都沒有一個碰面的地方 精子和乳子 都沒有一個 沒有得善後 還有男性的精子不可以太弱 她輕微弱是ok的 但是如果她太弱的時候 其實她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數量 可以游上去 就是能夠令到女性成功賣人 第二個主流就是 現在很多人講的人工授飲 或者叫試管嬰兒 英文叫IVF 這一類呢 就會適合一些 譬如兩邊輸卵管閉塞的人 那其實1978年 當時第一個 就是IVFBB出生的時候 就是給一個 當時兩邊都輸卵管閉塞的女性 那也都有些男性的精子 是非常之弱的 就是有些最極端的例子 可能是單位數 或者幾十條 那有些聽眾可能不知道正常的 應該有多少 正常的通常是千萬 或者用億計的 那數量真是很少 是啊 所以有些男性的精子 是這麼少的時候 其實她根本就沒有選擇 因為她沒有可能通過自然 或者IUI 令到女性受孕 是 明白 那就是如果發現 一對夫婦 他們有性關係性行為 一段時間之後 沒有這個受孕的時候 他們做一些測試 究竟是要找出根源 是哪個問題 才可以用哪種方法 對 沒錯 因為通常我們都說 如果一對夫婦試了一年 都沒有BB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她先去做一些檢查 不是說你一步去做IVF 其實很多病人進來看 就說我要做人工手印 其實這不是一個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 其實我想第一件事是找出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問題的根源可能根本 男性有問題 或者女性有問題 那你要對症下藥去處理問題 就未必一定是每一個人進來 都去做一些人工受精的醫療程序 陳醫生講完之後 剛才說要有正常性生活 一年以上 又未懷孕 要來做各樣的檢查 好了 其實醫學的定義 如何為之不育呢 她一年內真的有做過 她告訴你 我也很勤力 她勤力的意思 每個人的定義會不同 醫學上又如何定義呢 你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做過一個很簡單的調查 一些來求診的人士 他們認為自己有問題 我就問她 你究竟一個星期 兩夫婦會有正常性生活幾次 或者一個月有幾次 有些人跟我說一個月一次 他們就覺得應該會有 他們說我們搞對時間 但其實在醫學上 我們其實不是很建議 你特意教時間 因為心理壓力其實很大 其實我們就建議 最好是每三天有一次 每三天有一次的意思 就是一個月十次 減了女性驚奇 那些前前後後 加上那幾天 可能剩下不太多 但其實大部份 求生的人都做不到 即使你減了驚奇那幾天 就當你八次 其實沒有什麼人告訴我 他們是有 即是一個月有八次的性生活 是的 因為真的香港人很忙 現在也多了很多人 是兩地工作 大部份告訴我一個月都是兩次 是的 三次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減低了現在的生育率的一個問題 剛剛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這麼少次數裡面 如果他們又想生嬰兒 某程度上那些壓力因素 又加進去 那就難上加難了 是的 沒錯 剛剛你提到的那個 醫學上的定義之後 好了 剛剛陳醫生講到的現實出來 很多都告訴你 做不到 六次八次我們都很忙 計不到這條數出來 達不到標 然後怎樣做呢 會不會是你的建議 是不如這樣 第一步我不會和你做人工手段先的 先你們試一下做密一點 會不會是那個計劃是怎樣幫他們進行 然後下一步 我們通常都是由錢入心的 是由錢入心 第一步通常就像你這樣說 可能我們會幫他用下一些 例如看一個問題是什麼 例如一個女性是有少少排卵的問題 魔力用少許的藥物可能已經解決了 是 我通常都會幫他 譬如查一下書籃管是否先通 幫先生驗一下驗精 如果假設每一樣東西都是正常 或者是接近正常的 我們都是由錢入心 就是先用少許藥物 輔助 如果不行的時候 可能就是通過剛才說的 一些人工手精的程序 是 希望幫他們計劃到的時間 就不需要他們說 要精神壓力這麼大 去做這個生育的計劃 嗯 通常呢 做了一些初步檢查之後 夫婦們再次跟你見面的時候 你見到他們是不是 都還是很緊張 究竟 喂 可不可以快一點點 陳醫生很心急 可不可以 下一步 可不可以加緊 將時間拉緊一些東西 每個人都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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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香港人的工作 真的比較忙 他們就會 我又要上班 但我又要生小孩 我又要處理我身邊其他所有東西 所以一定要將這件事 去配合他們的人生計劃裡面 所以會有一些很多不同的掣角 我們儘量幫他們克服 但是現在見到 那個現象可能 在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那個夫婦可能 年齡差距也會大 那這方面 有沒有見到現象 其實都會影響 他們的生育率 或者各方面的東西 年齡差距大 通常我們都說 男大就女比較年輕 其實男性的精子 比起女性 那個年齡上的影響 是相對比較細一點的 不是沒有影響 但相對比較細一點 就是你想想如果那個女性 她小女兒剛剛來驚奇的時候 其實她人生裡面 大約有四十萬顆卵 其實去到三十七歲 九成已經死了 是啊 這麼年輕的時候 已經九成死了 這麼快要死 去到三十七歲 其實平均只剩下二萬多顆 所以其實你最漂亮的卵 其實已經死了 所以為什麼 正常來說 女性好的生育年齡 當然是二十幾歲 但是現在社會不同了 二十幾歲 還在工作 平博著 甚至還在讀書 連一個穩定的伴侶都還沒有計劃好 那時候她不會那麼生育 但是男性相對 如果她就算去到五六十歲 因為男性的精子會不停地製造 雖然一定會差一點 但是通常就不會說差別很大 但是有些人有這麼說 不知道只有多少 一公升還是兩公升 陳醫生 這個沒有科學 醫生說好一點 我經常聽到朋友心瘋 在這裡說不育 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就說有限的 我們男性有些 我說 是不是的 你說的不是很純 今天有機會問陳醫生 女性是有限的 女性的那個卵查 或者那個卵子的存量 已經定了一個號碼 那就不會再多了 但是男性是可以不停地製造 是 剛剛陳醫生 陳醫師醫生 講到 基本上人工受診分開兩樣 IUI 就是人工受診 和IVF 試管等級 我們詳細又講講 其實人工受診 剛才你也大致上講了情況是怎樣 但是 其實多久可以做一次的呢 如果真的兩夫婦 你們經過檢查之後 選擇做這個人工受診的時候 那隔多久可以再做 或者看到成效之類呢 其實人工受診相對 和你自然受診很接近 所以其實不是分別那麼大 只不過我們用了一些 技術去輔助 都容易一些 所以說得誇張些 如果你一月不成功 你二月可以再做 二月不成功 三月可以再做 這個次數都可以這樣 這樣黏住下去 每個不用一三五四九 因為這個和你自然受診 其實那個分別不是真的那麼大 它都是那個精子卵子 其實都是在一個女性的身體裏面 蟹口 受孕 接著有胚胎著床 其實那個過程都是一樣的 而且通常用那個 如果要用一些卵巢刺激的藥物 通常都用得比較輕微 所以不需要說 用很大的藥物 才可以免續這樣做 明白了 正面我們聽完 我們又聽一些 基本上可能 我們都要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 會不會有些聽眾 或者可能你接觸過的一些病人 他們都會擔心 會不會 聽到好像很自然那樣的 但始終又說要帶一些 有沒有什麼風險或者附續用的 風險其實IUI相對是比較低的 因為用的藥物都比較少 但有些人就很怕打針 如果要用到針藥的話 有些人其實用口服的藥 或者甚至不用藥物 都可以做到IUI的 是 但如果要用針藥的時候 有些人很怕打針 其實我也怕打針 醫生不打針行不行 這個馬上來 所以我們通常 剛才都說過 由淺入心 所以開頭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盡量用一些 就是沒有那麼入侵性的辦法 就是盡量用一些 可能用口服藥物 先試一下那個女性的反應 如果不行 就是才出一些針藥 那就可能會比較 就是那個女性都相對比較容易接受 明白 那一般做一次人工受精 就是那個IUI 那個費用大概是多少錢 其實很看你用多少藥 如果你不用藥 或者用口服藥 其實相對那個費用就會便宜很多 就是可能幾千元就可以 如果有一些比較年紀大的女性 她要用到比較大 劑量少少的針藥 才可以令到她有排能 就可能要用到一萬多元 明白 就是要看一個情況 究竟想不知用藥 劑量有多少 那個費用才會不同 好啦 如果有對夫婦真的試人工受精 要試多久才覺得定義的成效是 可能她這方面不行 人工受精 即IUI不行 要可能先選擇其他方法 即IVF 而是就是這樣 醫書呢 通常就是 醫書直說 對,醫書直說 是建議她做六次的 不過呢 就在我們實際上 看到的求診的人士來說 通常她都沒有這樣的耐性 通常如果兩三次不行 她就會要求 不如我轉了IVF 因為成功率高一點 所以複雜一點 或者貴一點 好看那個夫婦本身怎麼想 其實你說 是否做了六次 不能做第七至第八次呢 其實也不是 不過 如果你做了六次都不成功 你繼續做下去 你成功的機會也不高 所以有六次這樣一個數字 人工受精 女性剛才說到 可能要吃一些口服的藥物 去輔助 那男性方面的付出 就比較相對地 她就不用吃任何藥物 是嗎 是啊 要看看男性的精子本身 有多好 或者有多差 大家要了解 理解到一件事 其實現在男性的精子 都越來越差 五十年前 每毫升的精液 有一億一千萬精 是 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 今天呢 我們打了六折 是啊 每毫升的精液 其實我們跌到六千萬左右 糟糕了 過了五十年怎麼辦 陳醫生 過了五十年 可能剩下二千萬 好好好 生活習慣 壓力各方面飲食 是否都有影響 你剛才說的 所有東西全部都有影響 嗯 有很多研究 都曾經看過 這一方面的問題 因為那個 大家都看到數字好像 哇 好拋響警鐘 是啊 好驚訝給你聽到 怎麼辦 很多研究都看到 譬如 吃煙飲酒那些 大家可能都知道 嗯 有些比較 大家未必這麼清楚的原因 譬如 你的手提電話 是 你的工作壓力 放在腹袋附近等 甚至有一篇研究看過 那些男性放在腹袋 和襲衣袋 會不會有分別 嗯 那負一負到的 真的差一點 嗯 有些高膽固醇 高脂肪的食物 缺乏運動 一些環境污染的因素 通常都是懸銅 水銀這些 都是會減低男性精子的數量 或者活動能力 嗯 這些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甚至說 有些生活習慣上 我們擁有了很多 50年前我們沒有擁有的東西 譬如 浸桑拿 SPA 睡墊 這些都有 醫學數據 可能會影響到男性精子的數量 嗯 如果真的看到 精子的數量 或者質素 好像差一點 那男性在人工受精 過程裏面的階段 不要想著 就這樣 給一些東西出來 那其實他可能都要收了些東西 才能給出來的 是嗎 那你要看一下 他那個精子的數量 和質素 有多差 那如果他剛剛不合格的 其實他可能通過一些 生活上習慣的改變 或者通過一些藥物 可以幫他提升精子的數量 提升了才做 那成功率當然會好些 但是你要想起一件事就是 剛才說心急 所有人都心急 嗯 所有你今天 就算你把所有的生活習慣 改變了 今天又開始吃藥 其實你精子要提升 都要兩個月之後 哦 不是 即食即見的 不是染髮即刻的 沒錯 所以 跟著你跟夫婦說 兩個月之後才做 通常他就說 不要緊要 我們邊改邊做 那都沒有說不行的 只要他的數量不是太差 嗯嗯嗯 這個真的要看整個情況去定 究竟雙方怎樣去配合 其實就真的要跟醫生去配合 因為如果你說 醫生幫你做了詳細檢查 而定了一些事出來 你又不跟著做的時候 又會影響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即是要聽聽話 是的 我們都很聽話 很留心聽了 阿陳醫生剛才說了 關於一個人工受刑 其中一個部分 人工受精方面 那一會兒我們聽完新聞回來 繼續請我們 婦產科專科陳益士醫生 跟我們繼續說一下 這個人工受刑另一樣 即是可能聽起來 應該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我經常都會覺得 事實上也是的 IVF 試管嬰兒方面的問題 詳細都會跟大家講講 那一會兒回來 繼續請到我們阿陳醫生 繼續留步 阿陳醫生 一會兒回來再跟我們聊天 謝謝 謝謝